您各位好啊,我是在旅途中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说起这北京的石雕刻精品呢 我觉得全国人民大概都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那么几件 天安门的石花表,卢谷桥的狮子,颐和园的石坊,石三林的牌老等等等等 不过呀,您知道这北京地区最早的石刻是啥吗? 得嘞,您也不用低头摆肚了,还是我告诉您吧 就是这组石刻,汉谷幽州,书祖,秦军神道,石柱,即蚕石鹊 又朋友开喷了,说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啊 这说这石刻呢,你怎么还聊着绕口令呢呀 别急呀你,我一样一样的给您解释啊 汉谷幽州说的就是现在的北京 在汉代的时候啊,他北京城啊,属于是幽州广阳郡 书祖呢,大概就是市政府里边啊,管文术的小官 秦军呢,说的这是牧主人的姓氏 神道呢,就是牧主人的灵魂呢,进出的道路 蚕石鹊呀,说的是这些石构件,是石鹊的一部分 也可以理解为呢,是墓地大门的不分构件吧 您瞧,我这么一说呀,您就明白多了吧 这会儿啊,我隔着屏幕都听见有的哥们嚷嚷了 嘿嘿,骂提了嘿,你不是说儿子有钱吗 从哪看出来的呀 您跟我来啊,您看这儿,这雀柱上它刻着呢 这一片啊,它刻的是一个长篇的中国神话预言故事 叫乌环补母 所以啊,清楚的表明了 这座墓地啊,是儿子为了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才斥巨资修建的 您是有学问的啊 像什么乌环补母啊,阳高贵乳啊 这些小学生都知道的故事啊 我在这儿就不给您普及了 所以啊,这明文就能看出 这是个有钱的儿子,给他爹修的墓地 那就不能是这秦叔祖自己有钱吗 嘿,您知道这叔祖啊 他是什么官吗 大概齐啊,就是市委里的一个小秘书 雍正皇帝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像你这样的威莫小官啊 永定河里的王八比你都多些 所以啊,我觉得老秦啊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修建这么豪华的墓地 大概齐是不可能的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